歡迎回到新臺灣新光大道 插播最新的颱風消息 颱風在中南部的風勢 雨勢逐漸的增強 屏東的馬家鄉馬家村 今天下午2點已經強制測村了 現在測出了80多位的村民 連線給記者高孟柔 在屏東縣馬家鄉的馬家村 我們看到這裡天氣溝通的狀況 因為非常的不穩定 因此呢這個道路 如果只要雨勢大一點 可能隨時會中斷 因此我們看到這個軍方的卡車 現在已經上來到馬家村 這邊因為有上百位的居民 準備要撤村 先撤到山下的北夜國小區 先住個幾天 等到安全再回來 我們看到這個軍卡 已經到達這個定點了 那居民已經開始陸續要上車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情形 是的 我們看到這些居民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老人跟小孩 有些行動還不是非常方便 因此軍方的這個大卡車 都是一個一個把人抱上這個軍卡裡面 那大家都是大包小包裡面 都裝滿了衣服家當 甚至還有睡袋 對他們來講這個撤村這個是非常的習慣 只要有大雨或是颱風來 他們隨時都要撤村去準備 那目前預期在馬家村 有上百位居民要撤村 那軍方卡車會一一到家門口去找學 還有沒有人要撤離的 順便把他們都載到山下去 希望可以平安地度過這個颱風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將鏡頭交往給彭雷主播 好的 我們看到這是在屏東馬家村 最新的側村的情形 剛剛這個土保局也發布了 部分的土石流黃色警戒 也請居住在當地的民眾多加的小心 另外呢 為了新生高架橋的花架爭議 這幾天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不斷的上政論節目 昨天呢 台北市長郝龍斌 親自上政論節目強調 如果呢 採購過程有任何的不法弊端 他願意辭職負責 個人在調查的過程中間 有任何不法貪張妄法的行為的話 我願意負政治責任 我願意辭職下台 其實昨天呢 郝龍斌在上政論節目的時候呢 也有人call in進去跟郝龍斌說 這個時候呢 他應該就要放棄競選連任 直接呢 留下來把剩下八十幾天 市長的工作做好 把花架做好就好了 到底呢 國民黨有沒有可能振錢換將 今天我們的電話語音投票當中呢 選擇的題目呢 也是郝龍斌市長 為了花架還有新生高架橋的這個花架的爭議 現在呢 是讓五都台北市的選情 也蒙上了很大的陰影 他應該要辭職 甚至要放棄連任嗎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電話語音投票當中 認為說他應該要這麼做的只有418票 認為他不應該這麼做 現在是2954票 這是觀眾朋友們初步表達的意見 不過我們也來聽一下 在昨天政論節目上面call in觀眾 是怎麼問 郝市長 我買不到2000塊 那個花 建國花式的人就會送到我家來 不要錢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會這麼貴 這個貴的很離譜耶 嗯 幾個月花卸了 這個錢也就沒有了 為什麼不買一個青菜博 或者是樹木博 因為你的管理不當 讓我們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公務員蒙羞 請問郝市長 您要不要放棄連任 路 我一直很想問你 台北的路坪喔 台北這個路坪 這個路挖了又挖 鋪了又鋪 這個你知道嗎 很多市政問題都是好龍斌 這一次要競選連任上面發生的一些爭議 不過呢 國民黨剛剛呢 由金普聰秘書長也發出了一個最新的聲明 要力挺好龍斌喔 金普聰說呢 國民黨會團結力挺好市長到底 那當然很多的這個市政爭議呢 國民黨也幫好龍斌背書 國民黨的金普聰秘書長指出呢 好龍斌推動的包括1999的專線 得到了2009年亞太的最佳公共服務獎 另外呢 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在好龍斌市長上任三年內 現在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百 另外好龍斌任內呢 12個行政區的運動中心也全部的到位 還有現在的淡水河是30年來最乾淨的時刻 還有騎樓的整瓶專案積極完成 兩個汽車轉運站也讓台北市的後車站再度繁榮 最重要的是花博 是台灣這麼多年來第一次舉辦的國際性的展覽 相信台北市的規劃呢 會是好龍斌未來的政績喔 這次國民黨幫好龍斌所背書的政績 政績聽起來也蠻多條的 跟剛才觀眾call in進來 所質疑的問題也很多項喔 在台北市這場選戰呢 現在是國民黨五都保衛戰當中最重要的一站 好龍斌親上火線 包括馬英九總統跟金普聰也全力的力挺 馬總統昨天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呢 也特別講喔 這個希望好龍斌能夠公開花博的 所有的招標案的程序價格 因為呢透明化是最好的辦法 一發現任何問題是否趕快把問題處理好 讓利空出境 使花博變成台灣的驕傲 好龍斌的危機處理 會利空出境 讓花博變成台灣的驕傲嗎 劉大哥 這個我看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到他有讓人家 採取什麼讓人家耳目一新 他講的還是以前那一套嘛 送檢調啊 然後 所以有不法他就辭職 這是很重的一個政治賭注啊 不法辭職是他說說他不法他要辭職啊 不是說下面的人有不法 下面的人不法就下面的人辭職 下面的人要去移送檢調的處理啊 那他看這個話當然就是白講的嘛 如果是查出來他有不法的話 他不辭職也得辭職 他要互刑責了 那還用講嗎 但是我相信他敢這麼講喔 我連累相信他是沒有不法啦 那你到底說他到底有沒有能幹 都到底多不能幹 在沈大老眼中他就是一個不能幹的人 危機處理沒有處理好 現在很多的批評就是說他把 這個專訪當中有提到沈大 輕忽了他們 又有 輕忽了危機 所謂危機就變成一個大小 所以我是覺得 你郝龍斌現在時間這麼接近 八十幾天 你每天 你這個綠營的那個民進黨議員 今天拿出這盆發 這邊拿出那盆發 然後就講運費 從建國市場送哪裡是多少 這個管約多少 你每天跟他扯這個價目 三天多種花你扯不完了 你不要去扯了 以後對弊案不要再回應 你齁 就是同樣一句話 如果有不法他就辭職就好了 對就不要回應了 你就真的專心了 我就覺得你也是這個競選活動 把花博辦好 當作你的競選活動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花博民眾 但是不要去跳那個花博舞 我覺得花博舞 動作太多 那個什麼鞋 什麼鞋 鞋啦 什麼東西 那些年輕的跳起來會好看 因為他們的動作很花俏 你叫那些 忽政事務事務所 還有你郝龍斌本身跳很僵硬 你覺得那個手勢 砰 砰 砰 很難看得要死 那是運動 一種運動 那你要不然運動的話 你就把它做簡單幾個動作 幾個比較簡單的動作 然後大家看起來 就比較賞心悅目 不要去弄那個 趕快把花博找市民去看 趕快把它佈置起來 大家一看 哇 花團緊簇 一片花海一看 可是帶颱風來 因為花呢 花 我是沒有送過花 但是我聽說花的功用很大 有些女孩子很生氣 男孩子後面拿出一把花來 那個女孩子會破替微笑的 那郝龍斌就要想辦法去 弄出一些花來讓市民一看 眼淚都掉下來 眼淚我們這個花博 弄得這麼漂亮 國際上有這麼多人會來看 對我們造成這麼多的產值 就把你以前小一點 男生不當的都把它忘記了 你做不到這一點 我認為他會落選的 所以要讓花博變成台灣 變成台北的驕傲 是好龍斌連任的原因 有這個夢想很好 可是這個夢想 有夢最美 還離蠻遠的 這個花博還沒有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的時候 希望有李永雄 你想要看他的狀況 花團緊簇 我看到的是我有中花了 所以我看起來是沒有那麼好 我還要補充一句 因為好龍斌他有強強的創意 就是說你載的話 跟別人載的話他不一樣 說後面你這個花 載出來那個圖案 哇 你知道 那個讓人家 一看那個圖案就很感動 你一定要做到這一點 說不到這一點 到底是哪一個圖案啊 這樣我舉個例子 現在監察院前面 有一個花博的台子 上面有一隻狗 做一隻狗 一隻貴賓狗 他是用花堆成一隻貴賓狗嗎 他撿出來的一隻貴賓狗 放在那裡 監察院就是貴賓狗的意思 對他來說 好 你說這樣會不會好 那應該不是他設計的啦 就現在擺那裡 大家可以去看啊 我來一天開車 不要不要 摘出一匹馬來就不行了 又開馬匹了就不好 有一隻狗 就是監察院前面 花博 就是一隻貴賓狗 看門狗 那所以 他不是看門狗 他貴賓狗 所以這個很有趣 也就是這個要想清楚啦 這種東西做了以後 他昨天用這個請辭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告訴大家說 他已經下定決心背水一戰 絕對會這個力拼到底 沒有 他當然是 馬上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覺得郝市長沒有抓到重點 我昨天那個專訪 友台的專訪 我大部分都看的 我偏偏漏掉 有關我的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不是 我是說 馬總統的專訪裡頭有提到 真的 那我是沒看 有 我跟你講 我昨天的專訪 我看了差不多80% 我覺得郝市長 去上2100的專訪 是10分的 他應該去 但是他的準備 跟他的表達 我覺得昨天套哥 表現得比平時好 他但是因為什麼 不是 但是套哥表現得好 我覺得原因 所以換他選 不是 我覺得套哥表現得好 是因為郝市長表現得差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今天為什麼金秘書長 匆匆忙忙的發表了這個聲明稿 因為昨天郝市長的講話 如果今天不趕快聲明的話 會引起誤解 因為郝市長 你說辭職這件事情 不是 辭職這件事情 不是 他說選舉 在我心目中已經不重要了 對 他說選舉不重要 辦花博比較重要 這個等一下我會點到 這個會引起很大的誤解 所以他趕快要停 但是我要必須跟秘書長講 你今天整個國民黨 藍營的委員也好 你動員要幫郝市長 這個止血 停損的也好 你把它當成文宣戰 你現在文宣戰就是修理蘇貞昌 然後表達郝市長 這4年來有多大的成就 錯了 這個是郝市長處理危機的態度問題 而不是文宣的問題 你這個文宣做得再好 沒有辦法抵消你那一部分的麻煩 我覺得郝市長昨天 有犯了幾個錯誤 因為有人問他說 你現在是不是不應該選了 你應該宣布說不選了 他規避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選舉的結果由人民決定 你覺得這不是廢話嗎 這個選舉結果除了由人民決定以外 有第二條路嗎 那你叫他怎麼講 不是 我不選了嘛 所以剛才要由人民決定 我覺得他昨天就要說人家 觀眾有人打電話進來 他要不要繼續選 他要表態 這個當然不容易 但是我等一下要告訴你 怎麼表態 其實不難 第二個 他說如果我有牽涉到 這個穿獨什麼我就嚇他 沒有人 這個只有民進黨 才把它誇大成弊案 貪獨 圖利 當然民進黨的目的就是誇大 但是我覺得一般老百姓 現在不太支持他的人 並沒有往那個角度去想 所以你說有那個我就下台 我覺得沒有用 因為很少人想到你有那麼壞 你知道嗎 你有那麼壞 還有他說不在意選舉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想選舉了 現在已經專心做花博了 這個可以這樣講嗎 如果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你從現在到11月下旬 這個選舉的活動你辦不辦 你完全不在意了 還有你怎麼對提名你的國民黨 黨中央交代 你都不在意了 那國民黨提名你幹嗎 我覺得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不集中花博 然後去握手人家更討厭你 你進舉活動根本不要做 就專心去做花博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當選不當選 不是這樣也可以 由人民來決定 不是這樣也可以 但是他有沒有這樣講 他沒有這樣講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做就好了 但是這個可以 這個要做就好了 或者是把它講成更圓滿 也可以 他這樣講人家這個分割解釋 非常麻煩的 但是我現在把整個事情 我今天撇開民進黨的誇大效應 也把討論兵昨天處置不當 都撇開 我跟你講這個問題 從頭到尾非常簡單 就是黃創下說的 他到天然的文山的蔡奇亞 蔡奇亞的人跟他說這樣 好 那很夭壽 很夭壽 夭壽 最夭壽 你買什麼夭壽貴 你買什麼夭壽貴 就是人家就說你是夭壽貴 好市長也自己講 他到民間的時候 人家說你那要貴 錢給我 因為是納稅了就錢 你如果說五名 我剛剛就跟光晴開玩笑 光晴如果每天都替他的婆婆 去買菜 結果都買那麼貴 人家買菜貴要什麼 都買兩貴 三貴 五貴貴 我想遲早 我會被修掉 他們大家會說 我會被打 修掉是很難 因為楊文家不答應 但是他婆婆會說 你不用買了 我來買就好 還是我叫廚賓 順帥給他買就好 叫你去買 就不然會大哥 今天的問題 都是我婆婆主好送來給我的 今天的問題 到底沒有叫我去買 今天的問題非常簡單 就是你買貴了 而且貴得離譜 如果要貴成這麼離譜的話 我為什麼要讓你去買 為什麼你買了四年 我為什麼還要再給你四年 那當然這個就是 老百姓的結論就是說 你還滿 我不要講無能 因為無能 馬英九太敏感了 你還滿 台語講還滿 並無能好聽 你還滿 你說但是昨天 郝市長又犯了一個錯誤 他盡量的盡量就是說 他的部署 他的幕僚 都推給科長 都不好 我跟你講 幕僚還滿 就是你還滿 現在郝市長 在整個訪談的過程 如果他有本事的話 應該把他歸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真的沒錯 我們真的買貴了 而且貴得離譜 真的是我們的罕滿 沒有錯 你要講無能 我也不反對 而且這個是 當然市長 包含在內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夠想到說 這是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大案 而且距離選舉只有三個月 只有兩三個月 這個時候是來得不巧 也來得不好 而且這個案子特別大 但是我中心的 像前台北市的市民報告 我們即便喊滿 是這個喊滿 你們不要把它想成 我們整個市政府團隊 每一樣事情都喊滿 從頭到尾都喊滿 四年來一直喊滿 如果大家這樣想的話 那真的我也不敢選了 但是事實不是這樣 他應該這樣講才對 這樣講有比較好嗎 有比較好 我覺得 有沒有比較好 你弄了半天 一個人被人家 安上個喊滿的標籤還要選嗎 我這個連喊滿都不承認 那我認為郝龍斌不要選了 所以他應該跟陳菊一樣 一開始就先道個歉 事情就解決了嗎 我現在已經閉免講無能了 你知道嗎 陳菊那個可以道歉 我跟你講 選賢與能 那個沒有能就不要選了 如果說四天昌 跟郝龍斌擺出來 讓人家評價 是一個有能一個無能 那還要選嗎 選舉結果已經出來了 他當然不可以 當然要講 我是有能力把它弄得很好的 我說我以前的做得很好 那發博現在 新生高這些下面 有些人做錯了 但是我可以把它弄得更好 要這樣才能選啊 怎麼說我喊滿 喊滿就回家 就喊滿就好了 回家 我要一個喊滿 買東西又買貴 一個喊滿的市長還要選舉 沒有買貴嗎 那買貴的那麼離譜 不是喊滿嗎 都要解釋嘛 你承認喊滿還要選舉啊 隨起來你的說法不能說服 像劉大哥這樣子 那都不算啊 我就想你就堅持這樣 那我認為你沒辦法選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那有些人認為說 兩個人喊滿 我認為蘇貞昌比好龍斌還喊滿啊 你一定要把蘇貞昌打成比好龍斌還喊滿 所以打蘇小組比較重要 你才能選嘛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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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找蘇貞昌 其實沈大佬已經很客氣了 還滿是 他不願意說好龍斌無能 他那一番 其實好龍斌就是承認錯誤 今天你沒有一個特權說 我們花薄沒問題 你們不能把他擠到花薄 新生高是一個13億的一個案子 新生高也出了問題啊 總統訪問最嚴重的 就是他一方面道歉 一方面就是解釋那個科長 委不委屈啊 那我說現在你選舉 就變成已經好像半殘了 被人家打到半殘了 你委屈處理又不好 李永平那時候接受 盈乃金廣播的時候訪問 還掰出一個什麼叫什麼 花架去補鋼架 你知道花架去補鋼架 因為你花架 他那意思說鋼架上漲嘛 那我們那個價格沒調 所以我用花架 那個價格高去補這個鋼架 這說得通嗎 所以連續這樣 委屈處理到現在為止 大家還去探討說 你要不要辭職啊 你要不要選啊 雖然我也認為說 他說如果我 我部罰的話 就算他部署部罰 也要三審定驗啦 所以講的是大白話 就是講跟沒講一樣 但是你現在選舉選到時候 你要探討你要不要去辭職啊 你如果今天到辭職 你也不用選了 我認為這個案子就是說 用選民的選票來判斷啊 你覺得說把我們錢拿去亂花 當然是亂花 剛剛那個劉大哥講說 女生都喜歡送花 女生有一類的女生說 你買花幹什麼 而且你還買那麼貴的花 你把我們的錢拿去買 那個花花買到很離譜的階段 過去那個馬英九在當市長的時候 他不是那個特別費 他被貪毒罪起訴對不對 結果他的操作是怎麼操作 雖然有很多人也罵他 他操作什麼 他開一個記者會宣布他選總統 不是很多人罵他嗎 今天我不管說誰危機處理怎樣 要不要選這個問題 怎麼處理好或不好 你今天郝龍斌 逆向操作跟馬英九的操作完全不同 你就昨天那個臉如傷口皮坐在那邊 整個氣肉聲音也講不出來 一部好像真的我錯了 但是嘴巴又沒有那麼明快講說我錯了 你說你現在被打扮出來 你怎麼上陣 然後這個事情我認為說升高了 並沒有降低 今天還考慮到要不要掙錢換降 那國民黨中央怎麼操作 團結力挺啦 團結力挺 國民黨現在怎麼操作 他背地裡開始在動員媒體人 尤其名嘴上電視去護航 包括那個文傳會的 包括那個什麼整個那個 政治人物啦明代啦 全部上陣要去護航 這是他們的操作 第二個就是馬英九 馬總統自己出來 一棒進一棒就力挺郝隆斌 他再怎麼說他也是 算是始作俑者 這個花博是他延續性的 這樣的一個 他那時候決定的嘛 新生高 沒有 花博 花博也是他去談的這個案子嘛 那你整個延續 你現在講的新生高 對啦 花博 現在我們都不是 不光是被綠營搞成是花博 郝隆斌自己把它搞成花博嘛 你找花農我們就認為說 跟花博是有關的嘛 你跟花都跟他有關就對了 對啊 講一講去不是都變成花博案嗎 誰去管新生高 雖然我們弄得很清楚啊 但是誰去管 所以我覺得兵敗如山倒啦 現在還考慮要不要振錢換將 看樣子是好像感覺說不必選了 可是就看他後面有沒有發生奇蹟啦 要像劉大哥講說把花弄到 哇 感動人心 可以去世界第一拼金式紀錄 有這種花嗎 不不不 我跟你講 郝隆斌現在除非 因為你現在手上有預算了嘛 你喔 既然已經被躺成這樣了 照神父熊 黃耀勤講你不必選了 你感覺宣佈退選就好了 國民黨不要退人了 也不建成還這樣 就讓蘇聯商擋選 能這樣做嗎 不能這樣做 不能這樣做就怎麼辦 背水一戰 就是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 我手上將近百億 打 我認為他繼續選啊 只是選票還決定啊 只是說他載票 那個說法跟他一樣 我也不要再去什麼 拜票啦 拜票喔 每天被人打花拔 你去拜人家說你 你給他開下月機 好好好 試做好就對了 你給他開下月機 你現在就開 我就開了讓你看 我開下月機行 可以等一點 好 我們先廣告